《大力信徒》 这两个星期我们都讲一个主题叫做《大力信徒》 我们特别提到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生命是没有能力的 但问题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基督罗的生命没有力? 就是因为他的生命当中有很多障碍 令到他不能由一个地步成长到另一个地步 所以我们在这个系列里想跟大家去拆解 究竟哪里出了问题 上个星期的时候Pastor Wilber就跟我们讲了 原来害怕是令到我们的生命停滞不前 因为我们害怕改变 因为我们怕有一些不同的新挑战出现 于是我们往往停留在我们生命的某些 comfort zone 我们在一个 comfort zone 我们觉得很舒服 但你想像我们一直在 comfort zone 里面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又如何突破呢? 当有些新的挑战来到的时候 我们又有什么新的技能又或者一些新的勇气 来到去迎接这些挑战呢? 所以上个星期我们讲到害怕 原来是令到一个人生命停滞的一个很大的很大的问题 但是原来除了说我们停留在 comfort zone 里面 是会阻碍我们的生命成长之外 原来当一个人的成长去到一个地步 他觉得很满足 他预期会去到那个位置 而去到那个位置 他以为已经够了 他停在那里 再没有动力向前 原来对于一个人生命的成长 这个都可以是一个成长的另一种障碍 你都听过有人这样说 他说学业好像什么? 有如逆水行舟 不进則退 其实都不只是学业 生命很多的部分 都好像逆水行舟一样 你不进步 其实他就会倒退了 要来到去检讨这个问题 首先有两个陷阱 我很想突然姐妹先留意 第一个陷阱我们时常会跌下去的 就是我们很容易 而是为自己的落后 来到去给藉口 你有没有听过很多人 经常都这样说 就是可能你自己都这样说过 就是都尽力了 不要紧了 尽力就行了 我的意思不是说尽力不行 你也不要误会我 以为说 Pastor Joshua 你叫人家已经尽力了 已经很辛苦了 你还那么厉害 No 我不是这样的意思 尽力固然是很重要 不过有时 当我们讲得太多这些说话 我都要问一问自己 究竟什么叫做尽力 尽到多少力 才为之叫做尽力 其实我很多时候 我都是这样教女 我见到女 我的女 她是考试的 她其实已经不看电视了 已经很努力了 见到她埋头虎干了 但到最后得出来的成绩表 都是强差人意 我都会说一句 不要紧了 尽力就行了 不过 我都觉得 我都要小心一点 因为什么叫做尽力 尽力 尽力是否就代表了 没有进步的空间 有时我们 为我们自己的落后 找很多的藉口 而其中一个很好听的藉口 就是尽力就可以了 这一件事我们都要小心 会不会我们就用了这句说话 成为了我们不需要检讨 我们不需要在失败当中 起身 我们不需要继续向前的一个藉口 这个就是第一个陷阱 我们要小心 至于第二个陷阱又是什么呢 就有时候 我们亦都很容易满足别人 对我们的评价 和对方给我们的标准 譬如有些人跟你说 喂 其实你已经做得很好的了 你还想怎样 又或者 嘿 某某比你做得更加差 喂 你以前更差 你现在就好了很多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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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用一定要读大学的 这些都是别人给你的评价 或者标准 当然 很多时候 这些说话 其实对方说出来 都是希望鼓励一下你 安慰一下你 让你不要 这么紧张 你能够放心一点 但是有时当我们做听的人 我们自己都要小心 这些说话 当然是可以起到这个鼓励的作用 但是如果 我们就当这些是真 我们当这些就是说 我们可以满足的地步的话 就是说 我去到这个位置 是的 其实其他人都已经没有我做得那么好 我已经做得很好 我就停在那个位置 你想象了 我又怎样能够可以继续益求精呢 所以呢 刚才我们说的 就是两个的陷阱 我们一定需要来留意的 要跳出这些的陷阱 以至于去到一个生命 真的能够继续成长的一个地步 其实呢 我又会给大家 有三个不同的建议 你试试按照这三个建议来做 我相信呢 对你的生命成长呢 必定会有很多 好好的结果和好处 第一个建议我给你是什么呢 就是 当你做人做事的时候 我请你尽量不要 整天想 Easyway out 你不要来主动去避免 一些经历艰难的一些时候 这些可能对于学生来说 更加容易来理解 记得我年轻在读大学的时候 其实呢 一班的大学生 每年呢 每个学期都要选择 选择 通常会选择什么择呢 个个都会想选择某个 professor 每个都想选择那个的Elective 因为为什么 容易一点嘛 你听说那个 professor 他比分比得松手一点 很多时候呢 那些科都成为大学里面的热门科目 每个同学呢 都希望呢 趋之仰奥地去 去take那些科 因为 Easycredit 我记得呢 有一次呢 有个同学呢 在我旁边的时候呢 他就这样分享他自己 他说他不会这样做 为什么呢 他就说得很有道理 他说如果我进来大学 我要读些简单容易的科 的话 我用什么来读大学呢 读大学 suppose 就是要难的 因为唯有经历过难的科目 其实我才会在那个科目上面有进步 我唯有经历过什么叫下苦功 其实我生命才能够有所成长 我当时隔壁听 我觉得这个朋友真的很有智慧 又的而且确 其实往往人生命成长的moment 就不是在你很舒服的时候 不是在你人生当中很顺境的时候 其实往往是当你面对挑战的时候 所以奉劝大家 下一次当你面对着艰难临到的时候 不要那么快easyway out 不要那么快找其他方法避过它 而是你试试迎接它 又给自己一个机会 再经历困难之后 有所成长 这一个就是第一个建议 第二个建议就是 你不要为自己的失败 来找解释的藉口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都会这样做 当我们在某些地方 在困难当中跌倒的时候 我们就会去赖 我们说 谁搞到我这样 我之所以今天失败的原因 就是说 因为我昨晚睡得不好 又或者是 是的 那个人做了你的事的时候 影响到我 所以我今天状态不好 所以在这件事上 我处理得不好 你想像 如果我们经常都是这样赖 我们经常把问题 归咎在别人身上的时候 其实鞭双地 你给自己一个信息 就是不关我事 我今天里面 我所得过的成果 其实不关我事 我是控制不了 于是 你是不会去检讨自己 你不会再看自己 究竟我有些什么 可以去进步 我有些什么 是需要来去改善 那 虽然有些人的时候 有些事情 是的而且确是其他人 令到你有困难 或者做得不好 不过 这个世界有个说话 这么说 没有最好 只会有更好 我们要小心 这些说话 或者这些想法 会不会影响到我们 停滞不前 那这个呢 就是第二个建议 就是你不要将失败 归咎在别人的身上 为失败 来找更多的藉口 和理由 第三个建议 就是 Aware自己 不要停留在你现在的位置 你一定要向前 继续去追求却越 和进步 有些说话 我们经常都跟自己说 我已经进入了很多 比以前更差 比现在 没错 我不是否定你今天有进步 其实进步是一件好事 不过也都小心 这句说话 会不会成为了 我们又另一种的陷阱 就是呢 我们将自己 来摆在一个 我们已经满足的地步 于是呢 我不再继续向前了 不再继续向上 来到去迈进了 来到去进步了 那我建议你 下一次的时候 当你去面对你自己 无论是工作 无论是学业 你不要满足于停留在一个地步 而是不断地向前 来到追求有更大的却越 这三个都是一个很简单的建议 其实这些建议 都不是特别有些什么 你用行动去做 而是在你心态上 在你的脑袋上 来到怎样去看你自己 或者看你前面要走的路 我盼望这三个建议 能够给你有少少少的 去改变一下 你怎样看你自己的想法 以至于你能够可以 在你以后来面对困难 面对人生 面对生活各种至上里面 那些人生观 有一些不同的改变 好了 到最后的时候 我都将时间交给大家 那今天里面 我都预备了三条的问题 想给大家 可以在小小当中 来到一同的分享 第一条的问题就是 我们刚才说 遇到艰难 遇到难做的事情 在你人生当中 其实当你遇到 每每遇到一些 你觉得很难的事情的时候 很难做 那些说话很难说 那个情况很难处理 通常你的第一个心理状态 会是怎样的呢 你会害怕 你会怯 你会忧虑 你会有胡思乱想 你会怎样的呢 试试分享一下 好了 这种心态 又会对致你 有些什么行动上的表彰呢 譬如我会拖 我会縮 我会闪避 你会怎样的呢 最后一条的问题 我想你试试想一想 在过去的人生当中 你有没有试过 在这个时刻 你遇到一些困难 你要去经历那些困难 但经历那些困难之后 你忽然间发觉到自己 生命里面有些位置 我是不同了 生命有我的性格 可能被模造了 我生命有一些特质 和以前不同了 而是一个进步 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 我把一个例子 例如我自己 大家都听过我 有一段时间的时候 就是跟人去跑步 跑步是很困难的 最初去的时候 真的有些不情愿 有些被人逼的位置 但我都要去面对 但我发觉到 当我面对过后 经历过后 十二个星期的艰难过后 我突然间发现了 我自己有很大的改变 无论我对于困难的态度 又或者我对于 要经历困难当中的那份的能耐 我发觉有很多的地方 我都不同了 我的生命 的确是有所成长的 这就是一个例子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例子 我现在就将以下来的时间 交给大家 你在你的小组当中 互相分享 互相鼓励